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先来看一下国际资讯,一个好消息 德国还真的有可能在法国之后 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 有媒体报道说,看到英国风暴阴影和法国斯卡普EJ再丽新功 国际市场销量看好,德国真坐不住了 乌克兰国会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涅夫近日透露 德国主要议会派系以达成共识 转让金牛座远程导弹 但这需要一个正式决定,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据起,金牛座导弹射程500公里 比英国和法国货远得多 能够覆盖所有乌克兰被占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南部海岸 如果这款导弹送到乌克兰 那么对乌克兰将会如虎添翼 8月9日,日本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开始生效 有758种商品被禁止出口到俄罗斯 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日本二手汽车和这些汽车配套的零部件 俄罗斯方面,俄罗斯近日货不单行 卢布跌了一半 封存的老爷坦克也快用光了 8月9日,又突发了爆炸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当地时间8月9日同报称 位于莫斯科州的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当日发生爆炸 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是一家老牌的光电设备开发商和制造商 生产光学瞄准器、观察设备 以及夜视设备、双筒望远镜等 产品用于军事、执法机构、工业和医疗保健领域 目前事故已导致至少38人受伤 其中4人伤势严重 爆炸冲击波导致工厂附近多栋房屋窗户剥离破碎 对于此次爆炸 很快有一些俄罗斯媒体说 发生爆炸的地方是一家私人烟花公司租赁的仓库 该厂约有1600平方米的烟花储存仓库 该公司目前处于破产阶段 看到这个信息我就想笑 来看看这样的爆炸效果 是烟花爆炸导致的吗 看来俄罗斯学了一种很好的办法 凡是出现爆炸 不是归咎于烟头 就是归咎于烟花 绝不归咎于乌克兰的导弹袭袭击 当初 莫斯科导弹巡洋舰爆炸 就说是烟头导致的 一个烟头都能那么导致 那么庞大的导弹巡洋舰爆炸 然后沉到海底 那烟花爆炸造成的损害 也就能理解了 佩服佩服啊 战场方面巴默特的战斗继续进行当中 赫尔松有了重大的进展 俄军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两个乔头堡的建立 是河边和后面很远的 所有斯比特海岸线都在乌克兰炮兵射程内 而在扎沃尔热 乌军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俄军的苏洛维军防线出现一个50公里的缺口 仿佛大水掘地完全堵不住啊 目前乌军已经出现在第二道防线 昨日俄军阵亡820人 人数上来了 以前一般都在五六百人的 昨天一天一定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从而导致了俄军重大的伤亡 最后分享两个消息啊 一个是乌克兰战壕教授担任驻匈牙利大使的消息 另外一个是泽连斯基向中国慰问的消息 先来看第一个消息 近日乌克兰战壕教授费蒂尔被任命为乌克兰驻匈牙利大使 目前他的候选资格已获得乌克兰总统的批准 可能有很多网友说啊 怎么让他担任驻匈牙利大使啊 这是什么安排啊 来看一看他的简历吧 上多尔教授啊 是来自外卡尔八千的匈牙利裔乌克兰人 去年二月自愿参军 他在乌日霍罗德国立大学教授旅游专业 一直积极致力于乌克兰与匈牙利关系的研究 特别是撰写了有关乌克兰与匈牙利友谊的文章 或许是这个原因才让他担任大使的 他的这个消息啊 大雄感到很高兴 作为一个教授 战场真的不适合他 而现在乌克兰高层任命他为驻匈牙利大使 释放了三个信号 第一 战场的形势已经不那么紧张 第二 乌克兰高层已经开始重视国内的人才 能够让他们下战场的 就让他们下战场 回到最适合他们的地方去 第三 乌克兰努力的缓和跟匈牙利的关系 这一点呢 我真的很佩服泽连斯基的胸怀 可以这么说 迄今为止 坚定的反对欧洲向乌克兰援助的国家 除了匈牙利没有第二个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泽连斯基还在努力的缓和跟匈牙利的关系 这真的不是一般的凶怀呀 第二个消息 近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 向中国遭受洪涝灾害的民众啊 表达了慰问之情 这份慰问信呢 是被乌政府翻译成中文之后才发出的 泽连斯基在信中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 表达了慰问和支持 对于乌总统的慰问呢 我注意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 有的对乌克兰总统的慰问表示感动 但是也有一些讨杂呀 竟然评论说美国人教你这么说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真是无语了啊 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啊 正好昨天也看了一个消息 一个救援队去水灾的地方救援 用的是冲锋舟 救援完之后 救援队员发现呢 自己的冲锋舟发动机竟然被偷了 真是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不求你敢恩戴德 但一个最起码的礼貌得有吧 人家是去救援的 是帮助你的啊 你总不能安疆筹报 把人家救援用的发动机都给人家偷了 这算什么事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有一些救援队的人呢 收购了 开始退队 说实话 这两个事我看了之后感到很气愤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都应该有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啊 真的不能带着一个有色的眼睛去看世界 一个人要有最基本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这样的话 别人才能够跟你正常的交往 否则的话 人家为啥跟你交往啊 凭啥跟你交往 即使是世界上所有拥核国家 除了朝鲜啊 也绝不会赞成俄罗斯的做法 不能让俄罗斯举着核弹弹讹诈全世界 所以 即使俄罗斯不撤军 即使俄罗斯死刁的乌东四周和克里米亚不放 即使暂时停了战 俄罗斯也不会安宁 乌克兰也不会安宁 世界更不会安宁 乌克兰和世界主流国家最终还是会想办法把俄罗斯从乌韩领土上赶出去 哪怕冒着俄罗斯丢核弹弹的风险 因此俄罗斯死守乌东四周和克里米亚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多手一天就把自己的脖子上的脚锁勒紧了一环 就是实实在在的自军死路 而如果他们主动撤军 虽然面子上不好看 但起码把套在脖子上的近九年的脚锁拿掉了 就有了重回文明世界的可能 至于俄罗斯是不是会因此解体 那是俄罗斯人民自己的事 乌克兰和世界主流国家 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 应该也不会过度的干涉 毕竟啊 他们手里还有核弹弹 谁也不会轻易的去招惹他们 至于那个大帝啊 如果在撤军上主动些 应该算是将功折罪 知错就改 逃过海牙的审判也说不定 至于俄罗斯人民怎么对待他 那还是他们的家事 哪怕他明年以90%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 想来乌克兰和世界主流国家 念在他主动撤军的份上啊 也不会太追究 毕竟他如果真的能够主动撤军 那就是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甚至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说啊 俄罗斯主动撤军不但是俄罗斯谈判的唯一筹码 更是俄罗斯的唯一活路 不然乌克兰和西方国家就这样温水煮青蛙似的消耗他们 不被耗死才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